有一个段子 我不得不重讲一遍 因为在另外一处讲的时候有一些着急 有一点无伦吞噪 这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就是美国把中共侦查气球射下来之后 中共继续圆谎 说是一个气象气球 不仅是假装向美国抗议 而且是炒掉了气象局局长庄国泰 这个庄国泰就不服气 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 抱怨 陈希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这个庄国泰说 你们为什么撤我的职 我不服 一没贪腐 二没有错 再一个年龄也没到 陈希说 没说你贪腐 也没说你有什么错 再一个 也的确你没到退休年龄 但是就撤了你的职 怎么着 庄国泰说 凭什么撤我的职 陈希就狡诈的笑了笑说 说你没什么错 其实也有点错 错就是在你这个姓 姓庄 庄国泰说 我姓庄招你惹你了 陈希说 我们这回对付美国 要军事侦查气球 我们说成是气象气球 为了装算装到底 演戏到底 就要借你的职位来做点文章 演一出 就跟古代曹操借王后的向上人头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借你的人头 借你的职务 庄国泰说 凭什么当 被告想 陈希说 你不要着急 我们免了你的气象去局长这个职务 我们还可以给你升官 升什么官 陈希说 你这个名字取得好 说我们准备升理官 到中宣部任职 庄国泰也听高兴了 说 当中宣部部长 陈希说 那倒不是 是副部长 庄国泰不高兴了 说 要升官就升部长 我不想当副部长 陈希说 那好 我有个条件 那你的改名 庄国泰说 我怎么改名 陈希说 你看 国泰民安 你现在叫庄国泰 是气象局局长 你升中宣部部长 也要是庄民安 彰显国泰民安 彰显我们习主席自立有方 自国理政第四卷 说的是 中国人民有最大的安全感 幸福感 获得感 说自国理政了一片的太平 庄国泰一听 说 如果能当部长 改名也行 陈希说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去跟习总书记讲一声 他刚要转身 庄国泰说话了 说 陈部长 你等一下 能不能给习总书记讲一下 提拔我当政治局委员 陈希说 你眼性还不小啊 你还想再往上爬 是何道理 庄国泰就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个吧 这个吧 要改名 我就想改到底 如果你们能升我当政治局委员 我愿意改名叫 庄孙子 庄孙子 陈希一听 大喜 说 这个中 这个中 你要能庄孙子 对我党的事业是重大贡献 我马上跟习总书记讲 李庄孙子身为政治局委员